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餐 面藕是我们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特色小吃 做法简单,口感筋道,既能当菜吃又能当主食 今天饕餐就把凉拌面藕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比饭店大厨拌的都要好吃 首先准备一个空盆子取适量面藕 家里人多的话就多泡一点 倒入40度走的温水浸泡一个小时 盖上盖子后加速泡发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可以看到泡好的面藕体积是变得大了许多 用温水泡面藕不仅能缩短泡发的时间 泡好的面藕中间也不会有硬心 泡好后控室捞出 再次倒入凉白开或者纯净水将面藕清洗两遍 然后挤干面藕里的水分 一定要把水分挤干净了 要不然会影响口感 挤干水分后放进准备好的空盆子里 清洗干净的黄瓜一根切成黄瓜丝 切好后收进盆子里 香菜一把切成段 切好后也收进盆子里 小米辣三四根切成辣椒圈 吃不了辣的咱们就别放了 切好后收进盆子里 再来一大勺的蒜末 两勺芝麻花生碎 一勺熟芝麻 半勺花椒面 两勺辣椒面 泼两勺滚烫的热油 激出香味来 半勺白砂糖 半勺食用盐 半勺鸡精 两勺香醋 两勺生抽酱油 最后再来几滴小末香油 用手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酱汁浓郁 香辣爽口 非常好吃 平时懒得做饭的时候 咱们也可以拌上一盘当主食吃 也是左酒下饭的不二选择 喜欢的小伙伴 赶紧尝试吧 滔天每天都会和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感兴趣的朋友点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